你們有想過出國旅遊玩一分錢都不花的話 那會有多爽嗎? 今天的企劃我們就來挑戰韓國首爾三天兩夜九池肉麟 有沒有可能一分錢都不花喔 嘿嘿 不愛 那為什麼會選韓國呢? 主要還不是因為被他們韓國的K-POP米團 Blackpink 給燒到 哇咖 真的是太正了 好想要有一個韓國女友 你便宜老爸在你後面 她非常紅 她愛在她算了 啊 如果你也這麼覺得 下面留言加一啊 那身為一個知名博弈Youtuber 能夠爽玩韓國 不用花錢唯一的方法 當然就是去賭場輸贏喔 這次阿倫格選了今年全新開幕在首爾龍城市中心的 7-Lock Casino來決一勝負喔 Let's go 那我們今天買入了三千萬韓幣 相當於是兩萬三千美金 然後VIPT的下注額呢 每一把是一百萬韓幣 七百六十美金左右 第一把我們小試生手 先下了一百萬再寫喔 第一張牌密到了四邊 第二張牌也是四邊 第一把就Natural Knight 贏要衝 輸要縮 第二把Double Down 下Banker 第一張牌密到了兩邊 第二張牌竟然還是兩邊 哇靠 接下來我持續的Double Down 繼續下Banker 這個叫做過三關 如果我們這把贏了 我們就會有八百萬 結果第一張密到了四邊 第二張密到了Ace 哇靠 Black Jack 重點是核關還開出了Natural Knight Double Down 真的只差那麼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用一百萬 贏到八百萬 但不幸的我們現在只能從頭來過 第一張牌我們則是密到了兩邊 第二張牌還是兩邊 你們知道一個秘訣嗎 就是兩邊配兩邊 別墅在海邊啊 這邊閒家是開出了六點 我們則是開出Natural Knight 加一把我非常有信心 於是直接放了三百萬 在Player上面 沒想到第一張牌又是兩邊 第二張牌還是兩邊 這什麼是奇蹟啊 有兩邊 你先開一張 開一下 你開一個 開一個 開一個 三 再開兩邊 OK 真的是奇蹟式的開出零點啊 沒問題 還有機會 我們Play喔 三邊 這邊只能說賭神發功失敗啊 說是要搞個三邊 結果弄巧成拙 搞到一個三點 需要個弓 接下來密到了一個Ace 然後配一個四邊 完蛋了兄弟們 零點 零點 是怎樣 好我加帶 莊家也只有一點 有機會 三邊 頂滿 這邊有運氣非常好的 補出了一個八點喔 你先開吧 接下來我打了一陣子 開始了長裝喔 我每一柱開始下五百萬韓圓 但是隔壁坐下來的一位中國小姐姐 她每一柱下七百萬韓圓 小姐姐非常帥氣的 翻開了二十一點 一打 一打翻出了五點 銜家則是開出了六點啊 但是別擔心 我們還可以補牌 白媽媽 有耶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 賭場打百家樂的最快樂時光 不外乎就是 隔壁有妹子陪你一起打啊 我一柱下六百萬韓圓在長裝上面 小姐姐則是下了九百萬韓圓啊 小姐姐這次非常帥氣的翻開了二十一點 我只能說翻得我魂飛魄散啊 賢則是翻開了兩點 這邊只能期待小姐姐一個神補牌啦 結果我們補到了一個大老二 公 哇 nice 那接下來我貪心了 我受不了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看牌 小姐姐下了九百萬 於是我下了一千萬韓圓 結果閒加開出七點 我則是瞇出了兩點啊 但是別擔心 我還可以補牌 只要開出三邊 我們就有贏的機會 這一把亂搞 不僅輸了錢 最後還把小姐姐給打跑了 然後這邊長裝斷了以後呢 我遇到了一陣亂流 一陣開始狂輸啊 我記得我當時連輸了好幾把 一路從三千萬 輸到只剩下一千萬韓幣喔 這邊這把我們雙方都是兩點 然後閒加補牌 補到了八點 我則是補到了四點 那這邊建議各位 如果各位覺得自己在下風習 然後運勢非常差的話 不用強迫自己坐在賭桌上啊 各位不妨學學我 跑去貴賓室 點些水果盤來吃 好好的休息一下 等精神回復了 再回去繼續的玩喔 那貴賓室的所有食物當然也是免費招待的啦 那吃飽喝足以後呢 我們回去開始第二個Round 我這個時候桌上還剩下一千四百萬左右 第一把牌我就下了四百萬韓幣的銜 不幸的我這邊瞇牌 又瞇出了二十一點 我真的是覺得我玩錯遊戲 還好莊家也拿到了二十一點 所以我們雙方都要補牌 這個時候很帥氣的我們補到了一個三邊啊 我這邊直接補成九點 這把我們順利的回水啊 下一把我則是Double Down 全部八百萬又壓了銜喔 這次我們密到了三邊配白茫茫 有機會拿Natural Knight 只是Natural Knight很靠杯的 先跑到莊家那邊去了 哇塞 吹 而我自己則是開出了一點啊 就這樣我們手中的錢呢 掉到只剩下一千萬 回水之路非常之困難 這一把我決定拿四百萬打裝 先是密出了一個Picture 再來密出了一個四邊 就代表50%的機率四張九 可以喔 現在我們就是要吹 吹 終於又可以大聲說話了 這一把牌如果輸的話 粉絲所有的錢都我買單好嗎 沒想到何寬也翻出Natural Knight 我整個傻眼耶 起碼沒有輸就好 下一把牌我們繼續的打裝 首先我們翻開了三邊七點 賢家這邊則是翻開了兩張五的零點 那我們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按照勝率來講 我們現在是大幅領先的 雖然說他有補牌的機會 這邊還好賢家是補到一張三點喔 這邊我們好不容易拿下了關鍵的一勝 贏了以後呢 下一副牌我把全部的錢又壓在裝上面 因為我們要回水的話 只有過三關才可以幫我們 第一張牌還不錯 我密到一個三邊 第二張牌也是三邊 三邊配三邊 今晚睡路邊 那這邊賢家翻開了兩點 我則是翻開了四點 所以我們暫時領先的 運氣非常好的賢家補到了一張一點 所以我們又順利的double up一把 馬量來到了一千八百萬 然後下一把就是我們的最後一把 我下了一千六百萬在銜上面 如果贏的話 我就會有三千四百萬喔 第一張牌我們翻開了一個四邊 第二張牌則是三邊 四邊配三邊 天天吃海鮮啊 那最後拿到的則是九跟七 總共加起來六點 裝家這個時候還可以補一張牌 那整副牌裡面唯獨他補到五點四點三點 才有可能會贏我 運氣非常好的 他補到了一個九點 過三關 我就這樣順利的過了三關 馬量來到了三千四百萬 回水成功 OK Color 這邊也跟各位說說 真的就是見好就收小賭儀情啊 你是來賭場娛樂來玩的 不是來跟賭場拚的你死我活的 買入三千萬 最後出來三千五 晚上可以去夜店喝酒 蹦滴有著落了 2000年後 那因為韓國小姐姐真的長得太正 我們夜店玩得太high 於是我把迎來的錢全部都拿去喝酒 有點起來以後呢 我決定再去江南的7LOG Casino 試試看我們的運氣 一走進來竟然看到了澳門才有的骰寶 然後這邊輪盤 老虎雞百家樂也都是應有盡有 最後我今天決定先來挑戰一下輪盤 那今天輪盤呢 我們則是買入了四十萬韓幣 差不多三百美金 小小賭就好 希望可以一頓飯錢 那這邊我先是下了0還有20 之後把20的周圍全部都圍住 那這邊各位不要問我 艾倫哥哥這個下法是不是有什麼秘技 答案是沒有 我只是在這邊嚇幾八萬下而已 這邊這顆球很調皮的從0的旁邊滾過去啊 第一把搞了這麼多東西 最後下來好像是沒輸沒贏吧 第二把我只是下了3 12 15 21 26 還有中壓了0 然後1245則是上一把留下來的籌碼 結果沒想到這次球竟然掉到了2 所以這一把基本也是沒輸沒贏 那其實各位可以看到7 luck casino的輪盤啊 已經算是很好的輪盤了 因為它的0只有一個數字 現在通常拉斯維加斯的賭場 0會有兩個 一個是0一個是00 然後還有一些更惡劣的賭場還有三個0 0、00還有000 當你看到如果有三個0的話 我強烈建議各位還是去打百家樂或是21點就好 那上一把輸了以後呢 我決定開始一個新的策略 與其在這邊亂下呢 我決定開始下0的周圍的數字 所以我下了19 15 32 0 26還有3 那這種區域性的下法 有時候是會比較容易中腳的 而且如果當輪盤有稍微傾斜的話 通常固定區域的數字是會比較好中的 但各位也是聽我說說就好 千萬不要當真啊 這邊這把運氣非常好的尻了一個大的 這把意外收穫了54萬韓元 下一把我依舊下的19 15 32 0 26 3還有35 如果這邊我可以連中的話 就代表這個輪盤可能有傾斜喔 運氣非常好的 這個輪盤沒有傾斜 球掉到了11 這一局我們被控殺 雖然說輸了那一把 但我還是不信邪 所以我持續下的19 15 32 0 26還有3 這6個數字 然後奇蹟似的 這次竟然掉落在了0啊 但是因為我的0這次上面只放了1萬韓元 所以這次的獲利是36萬 那下一把我下了0 1 14 16 20還有33 那這把純粹是在亂下 旁邊的大叔看我玩的很興奮 也跑過來圍觀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這位大叔加持的原因 我竟然連中啦 偶然玩下一把既然中了1 這一把也是你的56萬韓元 下一把我們重點攻擊的數字有 0 1 14 18 20 24還有33號 我只能說韓國大叔真的太忘我了 竟然讓我連中啊 這一把又贏了36萬 下一把的重點數字我們壓了 0 1 2 9 14 20 22還有31喔 但是這把不幸的竟然是掉落在了黑色的S8 但是這把不幸的竟然是掉落在了黑色的S8 他被通殺以後呢 我決定見法就收 原本盤買入40萬 然後出來了90萬 晚上的飯錢有著落了 好我們接下來挑戰一下韓國的老虎雞 各位最愛看老虎雞的東西了 Let's go 看看老虎雞可不可以那麼順利 可不可以贏錢喔 那老虎雞真的不好贏 所以小事身手放入30萬韓元 那在這邊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按出中獎畫面給你們看 阿倫哥哥就很開心了喔 不要吃綠的 這個紫的可以耶 粉紅色 Oh shit Hello Motherfuck God OK Mini Mini 這個聚寶盆我估計不會再開第二次了 這種要連開通常很難耶 這個聚寶盆我估計不會再開第二次了 這應該有東西吧 Let's go Fuck 幹 真辛苦 Top-Off Feature 2 Top-Off Feature 2 Feature 感覺畫面多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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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吃耶 爽吸 再來 OMG 浪費錢 OK可以 NICE RESET 3 OK NICE 還有兩次機會 OK Come on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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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出 OK 舒服 浮滿好不好 舒服 舒服 Come on Let's go 最後一次了 Come on Come on Oh shit 太好了 上面還有一個可以玩 兩個feature 超過15個 就可以一個jackpot 好像是這樣 我們10個囉 15個就是他全中的意思 只是傻小 Come on 能不能200萬 NO 114萬 不玩了 小輸就是贏啊 那今天在7LOG賭場玩了一整天 贏的差不多接近40萬韓元 在我走之前呢 阿倫哥哥決定去三樓的VIP空間 來趁吃趁喝一波 這邊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不要以為只有日本的水果貴啊 韓國的水果也是非常貴的 那我這邊先是點了一份水果拼盤 日式的綜合生魚片 然後一份韓式炒牛肉飯 那如果你在VIP聽賭的話 這些都是免錢的 所以各位愛怎麼吃就怎麼吃啊 重點是他們的餐點還特別好吃 並不是隨便做做的喔 那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這次韓國7LOG Casino 三天兩夜賭博之旅啊 我覺得是非常好玩的 我一下飛機的時候 7LOG Casino就有派專員 在飛機的門口接我 他舉著一個我的牌子 然後也非常貼心的 會把你從機場載到他們的飯店 那這一路當然都是有專車接送的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來接我的那個人 是會講中文的喔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會有語言障礙這個問題 然後7LOG Casino距離台灣 也只需要兩個半小時的飛行距離 外加韓國現在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熱門的旅遊景點喔 所以我個人覺得 韓國現在是非常適合 全家一起來同樂的 不管是跟朋友來玩 還是跟家人小孩來玩 老婆出去逛街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在賭場裡面 偷偷小賭兩把 可能晚上就可以把老婆 寫拼的錢給贏回來了 那如果輸的話呢 可能就叫老婆少花一點啦 What's going on? 大概就是位於龍城的7LOG Casino 是今年才全新開幕的 所以裡面整個賭場的空間 到VIP廳都是非常的新 然後外加這家賭場 走到捷運龍山站 只需要5分鐘 所以如果你想搭捷運去宏大 或是去離太院呢 都是非常近的喔 那最後也要強烈提醒各位 小賭移情 大賭喪生 各位去賭場是去玩的喔 是去娛樂的 是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不要老是想著 是要去賭場贏錢 賭場賺錢的喔 你這個心態久而久之 真的會害到你啊 那最後如果你對7LOG Casino 這個賭場有興趣 想要聯絡host的話 你可以去下面的詳細資料欄 我會把他們的資訊貼在那邊 那各位如果喜歡這一類型賭博實戰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留言跟訂閱喔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我也會多問幾家賭場 看看他們會不會願意讓我拍攝喔 好啦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